本期维尼谢读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亨德森的代表作《索尔贝罗》,索尔贝罗是一位美国作家,充满了活力与欲望,他活了89岁,一生都是高产的,这一高产有二层含义,一是作品高产,84岁时出版长篇小说,二是他结婚5次,子女众多,还是84岁那年生下的最后一个女儿,在他所有的作品中,这本女王亨德森是索尔贝罗最喜欢的作品,除了因为他的主题是他所擅长的中产阶级, 和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之外,我认为这个故事与他一样,充满了生命力和欲望,1959年出版的索尔贝罗中,主人公亨德森与索尔贝罗同时代,可以说是作家夸张地改变了一代人,在亨德森时代之前,美国人经历了新教运动,立宪制,内战,资本主义的成长与扩张以及西部开发,正如亨德森所说,所有重要的任务和征服,都比我先完成,美国梦已由前人实现,亨德森一代渴望参与到宏大的历史叙事之中, 以彰显自身价值,追求精神崇高,然而,二战结束后,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满足,消费主义的兴起,他们的生活变得平淡无奇,精神上彻底陷入了空虚,简单地说,他那一代的美国人没机会大放异彩,正如亨德森所言, 留给他们这一代美国人最大的问题,就是面对死亡,美国人注定要周游世界寻找生命的真谛,不过,这样的旅行真的可以致病吗?这些旅行者,真的能够找到他们失去的精神家园吗? 在五十年代末期,苏尔贝罗利用其小说《狱王亨德森》来探讨这个问题,亨德森女王讲述了一位充满喜剧色彩的理想主义者,亨德森前往非洲进行精神探索的故事,亨德森的现实冒险与他的精神世界是同步的。 接下来,我们将从真实的冒险故事讲起,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方式,以亨德森回忆他如何来到非洲开始,亨德森在前四章讲述了他在美国所遭遇的生活与精神困境,在他看来,自己就是个除了钱什么都不会做的中年人。 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大笔遗产,还拥有一座豪宅,他在两个人,妻子,情人和叛逆的孩子之间周旋,疲惫不堪,疲惫不堪,亨德森很健壮,一米九五的身高,一百零四公斤的体重,力大无穷,他曾经当过兵,在战场上立过功。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,他健壮的身躯仍然渴望战斗,精神上仍然渴望着崇高的刺激,但是战后的日常生活,却是一种令人昏昏欲睡的琐事。 亨德森是个不合时宜的人,他的精力无处发泄,他的脑子里总是想着什么是存在的问题,所以他总是想做一些与众不同的事情。 亨德森试图在他父亲留下的大量藏书中找到人生的真谛,他翻遍了所有的藏书,只找到了父亲用来做书签的钱,几乎每本书里都有。 你看,仅仅是翻翻书,他就变得比以前富有了,但他并不想这样,他开始拉小提琴,也想读医学学位,转行当医生,做了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后,亨德森开始在别墅里养猪,每天逛着膀子搭猪圈,煮猪饲料,他的家人、朋友、邻居都认为他是个疯子,但亨德森却一意孤行,他对第二任妻子说,别碰我的猪,他们已经属于我了。 他试图解释这件事,因为他不能理解,因为圣经上有一句预言,那就是你要离开这个世界,和野兽一起生活,西伯来先知,但伊里曾预言故古巴比伦国王尼布贾尼撒,他摧毁了耶路撒冷和圣城的神庙,亨德森每天都要和猪呆在一起,通过艰苦的体力劳动来发泄他的精力,把他的身体摧残得一塌糊涂,但这并没有什么卵用, 某一天,他的身体里突然冒出一个声音,喊着我要,我要,一开始,他对这个仿佛拥有独立人格的声音感到惊讶,你想干嘛,他问,我要,我要,我要,声音反反复复,让亨德森几乎崩溃,这是一个充满了渴望,却没有渴望的声音。 于是,亨德森决定去非洲探险,去了解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,摆脱烦恼的现实,这个冒险经历是本书的第五章到第二十二章,刚到非洲,亨德森就兴奋得不得了,不停地感叹,这里充满了勃勃声息,在非洲,他不想到处拍照,他要去最偏僻的地方,最好是没人去过的地方,甚至是非洲,他雇了一位当地居民当翻译,翻译是罗米拉尤,他懂部落的语言,说着一口别角的英语, 微风凛凛的亨德森,带着瘦弱的翻译,像唐吉赫德和桑修一样,来到了这个大陆,亨德森先后进入非洲两个偏远部落,阿纳维是第一个部落,阿纳维人养牛,却不吃牛,视牛为亲人,当亨德森和罗米拉尤来到这个部落时,他们发现这个部落正在遭受旱灾,许多牛都渴死了,这时,一名男子走过来向他行礼,并用英语与他交谈,亨德森大吃一惊,原来这人就是伊特洛王子, 曾经在东非港口城市接受过中等教育,也曾四处游历过,亨德森在部落里发现了一个水库,为什么牛会渴死,明明有水,王子告诉他,这是因为水库受到了诅咒,一群青蛙出现在池塘里,当地人从来没有见过青蛙,按照他们的想法,这种含有动物的水是不能给牛喝的,饮用水里的动物更是不能喝的, 按照部落对陌生人的欢迎,伊特洛王子向亨德森发出了决斗,亨德森用他在部队里学到的格斗技巧,打败了这个部落里最强壮的男人,亨德森有些尴尬,不过伊特洛很坦然地接受了失败,并且热情地邀请他去见女王,女王对亨德森说,他身体里有我想要的声音,这意味着我必须活下去。 亨德森听了这话,感到自己的灵魂终于得到了解脱,他陶醉于兴奋之中,一心想暴打女王,王子和部族居民的安情,他决定给阿娜为人一个惊喜,解决水库问题,亨德森一大早就独自行动,信心十足地把手枪和弹药做成炸弹,扔进了水池里,青蛙被炸飞了,池塘里的水也炸开了,水一落到地上,马上就干了,这座比欧洲历史还要久远的水池,就此化为灰烬,亨德森带着罗米拉游会溜溜地离开了, 现代文明无法解决草原文明的难题,亨德森站在现代与传统之间,好心办坏事,他想要活下去,却被我逼着活下去,到了这个时候,所谓的心灵救赎,自然就成了笑话,亨德森和罗米拉离开阿娜为之后,经过一个月的艰苦跋涉,终于来到了瓦里里,瓦里里是阿娜为王子的朋友,在进入瓦里里之前,罗米拉就警告过亨德森,他们没有阿娜为人那么善良,果然,一进马里里,主仆二人就成了俘虏, 部落检察官把他们关在笼子里审问了一遍,到了半夜,发现笼子里还有一具尸体,亨德森忙活了半个晚上,终于把尸体搬了出来,天亮的时候,他发现尸体又被人抬了回来, 这时,检察官通知亨德森去见国王,而整个部落将举行一天的奇遇,亨德森一路走来,才发现瓦里里部落并不是什么善男性女,很多尸体都被倒掉在绞行架上,看起来很是吓人,达夫国王对亨德森说,他虽然是未来的国王,但却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, 在奇遇仪式上,亨德森那魁梧的身躯再一次发挥了作用,他自告奋勇地搬起了一座连大力士都无法搬动的女神像,最终成为瓦里里的女王,被赋予了代表瓦里里人民向上天求雨的职责, 亨德森先是被扒光了衣服扔进了竞技场,然后是和野牛一起滚进池塘,然后是一群祭司的鞭子,然后是一圈又一圈地跑,一通折腾下来,亨德森已经没力气叫苦了, 这时,暴雨倾盆而下,和王亨德森求雨,拉近了国王和国王之间的关系,成为了朋友,亨德森听了以后,才知道达府不但上过中学,还到过欧洲的高等学府,甚至差点拿到了博士学位, 因为父亲的突然去世,他不得不中断学业,回到部落,准备继承王位,按照马里里的规矩,达府面临生死考验,必须在森林里举出一只狮子来继承王位,据信,狮子是刚刚过世的老国王的灵魂, 接受过西方文明训练的人,表面上服从巫术的原始思维,背地里却在进行着斗争,他把一只普通的狮子养在宫殿里,研究,训化,模仿,以此来克服自己对狮子的恐惧, 他相信,总有一天,他会抓住那只代表着老国王灵魂的狮子,同时,代表传统文化的部落巫师和其他敌对势力,总是逼迫达府离开这个邪恶的坏狮子,尽快把正确的狮子罗列出来,但是达府却迟迟没有行动, 整天跟亨德三讨论各种医学和行而上学的问题,达府国王似乎对现代知识和原始智慧很有研究,他信奉心灵的绝对自由,心灵控制肉体的理论, 这种混合了多种文化的理论,深深地吸引了亨德三的注意,达府自然而然地承担起了寻找生命意义的重任,亨德三把自己的困境告诉了达夫,达夫告诉他说, 他从阿娜为学到了我要活下去这句话是对的,但这只是真相的开始,真正的问题在于我如何生存,如何面对死亡,达府命令亨德三一整天都在模仿狮子, 模仿他的吼叫跳跃和捕捉,甚至把亨德三关进尸笼,在经历了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和死亡的恐惧后, 亨德三似乎突然醒悟过来,把达府当成了精神上的导师,达府,亨德三两人,在巫师的逼迫下,终于开始联手猎杀老国王的灵魂,也就是那头狮子, 然而,这封信却在最后关头落入了狮群的口中,亨德三悲痛欲绝,他知道这是巫师们设下的圈套,接下来就是杀死他了,于是他带着罗米拉游逃走了, 同时他也悲哀地意识到,达府国王一开始就看中了他那健壮的身躯和容易相信的性格,想要利用他来推翻这个部落的信仰, 而他成为女王,也是因为这个计划,不过,尽管这样,他还是把这个达府当做了最好的朋友,感谢他为他所做的一切, 故事结束时,亨德三向罗米拉游道别,并把吉普车和所有的行李都送给了这位出生入死的朋友, 亨德三带回文明世界的是一只小狮子,象征着达府国王的灵魂, 在返回文明世界的路上,在北极冰天雪地上,他又一次兴致勃勃地绕着飞机跑了一圈, 满怀期待地等待着和妻子和孩子团聚,讲述自己的经历,亨德三的真实冒险故事已经结束, 总体上讲,这个故事主要是围绕着亨德三的形象展开的,在美国,亨德三的身体是他最大的障碍, 但是到了非洲,他的身体素质和野性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,然而,这种释放不是具有毁灭性的效果, 就是被人利用,落入陷阱,这些幻想和现实错位的喜剧情节, 神女王亨德三成为了一部身体喜剧,下一部,让我们再来看一下亨德三的精神冒险, 像亨德三这样外表粗豪的人,心里却时时刻刻都在思考人生的真谛, 每一次他觉得自己找到了人生的真谛,得到了极大的好处,但现实却给了他巨大的打击, 让他看起来更加可笑,作为一名失败者,亨德三的精神冒险充满了喜剧色彩, 这种喜剧性体现在两个部落首领精神上的碰撞上,我们将重点放在达辅国王和亨德三的碰撞上, 亨德三是一位来自西方文明世界的原始文化求一的人,他希望用原始文化解决现代文明问题, 达辅则是到西方求一,回到原始文化,希望用现代文明解决原始文明问题, 可以说,所有人都把其他文明当成了自己文明的良药,在精神生活层面上,他们就像是一面镜子,达辅国王在部落里很孤单, 但亨德三的出现让他很高兴,他的原始思想和现代文明精神在这里得到了交流, 但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什么有意义的答案,眼看着,亨德三找到了生命的真谛,达辅已死, 亨德三只能独自一人走完这条路,在亨德三看来,达辅之死是一种恩赐, 他释放了亨德三,使亨德三失去了继续信仰和依赖精神导师的机会, 长期居住在非洲部落,在逐渐的了解了力量、勇气、恐惧和死亡之后, 亨德三停止了自己想要和想要的声音,精神上的冒险终于结束了, 他既没有放弃现代文明,也没有放弃家庭生活,回归原始文化与宗教, 而是重新审视自己,重新审视世俗生活,回归生活, 认识自己是哲学的终极任务,真正解决现代人精神困境的方法, 至于是去非洲冒险,还是去城市里历练,其实都是一样的, 从这个意义上说,索尔贝罗深刻地讽刺了亨德三的冒险精神, 那么,亨德三是否最终找到了答案,他在字述中发现了这一点, 但是索尔贝罗并没有把小说写成西方人到非洲寻找精神家园的俗套, 最特别的是,亨德三并没有直接吞噬非洲的原始文化, 也没有在冒险的过程中完成精神上的升华, 相反,他每一次冒险都以失败告终, 直到所有现实层面的行动都失败了, 他才真正领悟到了什么,美国小说家菲利普·罗斯对亨德三的评价是这样的, 非洲是药品,亨德三是药品制造商, 也就是说,亨德三并不是被动地接受非洲精神, 而是主动研制出属于他自己的药物, 至于这样能不能解决亨德三的问题,那就看读者自己了, 谁知道亨德三最后一次得到了生命的真谛呢? 谁也不知道,下一步,他会遭遇怎样的毁灭性打击, 在讲完亨德三在现实与精神上的冒险之后, 我们不妨把故事跳出故事, 深入了解亨德三的隐喻和象征意义, 亨德三身材魁梧, 在美国的别墅里养猪, 穿着猪皮、皮鞋、猪皮、猪皮手套、猪皮和猪皮钱包, 总之,他就是一头猪, 他像猪一样,生活在物质丰富的世界里, 却不停地呼喊, 我要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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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亨德三在非洲经历了一场从猪到狮子的蜕变, 国王让亨德三模仿狮子, 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可能会死, 所以想让亨德三继承王位, 代表巫师和其他传统巫师对抗, 改变部落, 他让亨德三学会克服恐惧并直面死亡, 通过模仿狮子的每一个动作, 在模仿狮子的过程中, 亨德三终于明白了美国人常说的那句话, 你要离开这个世界, 离开这个世界, 和野兽一起生活, 他意识到, 也许是因为养猪的缘故, 他的灵魂已经沾染上了猪的特征, 慢慢的, 亨德三的灵魂也沾染上了狮子的特征, 在美国, 诸象征着物质贪婪和精神空虚, 这种文明只想要, 却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, 狮子象征着原始文明, 象征着野性与精神力量, 最后, 亨德三把国王灵魂中的一只小狮子, 带回了美国, 作为美国人把原始文明带到西方文明的象征, 然而, 结局却并不乐观, 别忘了, 亨德三带回来的那头狮子会, 给现代文明社会带来很大麻烦, 对于现代文明而言, 狮子最后的归宿可能就是被关进动物园, 让游客安全地观赏, 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, 与王亨德三所写的《荒蛮冒险小说》, 大致分为三个阶段, 第一个阶段是把冒险的看成纯粹的野蛮地带, 是西方人征服和巨化的对象, 第二阶段将冒险之地视为乌托邦, 那里的人们掌握着现代文明所遗忘的真理, 第三个阶段, 是消除西方中心主义和原始文明消亡的阶段, 贝罗在《冒险小说》第三阶段创作女王亨德三, 他的作品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, 西方世界不再是理性的, 道德的, 成熟的, 正常的, 而是完全相反的, 亨德三这个角色具有美国人特有的乐观, 鲁莽和冒险精神, 他看起来像个孩子, 而不像个中年人, 对于亨德三来说, 非洲就像是一场白手起家的试炼, 书中的非洲不再是非理性的, 堕落的, 幼稚的, 畸形的, 神秘的, 智慧的, 神圣的, 出乎亨德森意料之外, 达斧国王没有像亨德森都受什么古代非洲智慧, 而是用一口流利的英语向亨德森讲解现代医学, 开普勒, 居立夫人, 亨利, 詹姆斯, 书中的贝罗颠覆了关于两个文明的刻板印象, 模糊了他们之间的对立, 他创造了文化的混杂和混杂, 体现了当时社会文化环境的前瞻性, 好了, 最后让我们回顾一下本期的主要内容, 美国小说家索尔贝罗的作品《王亨德森》是作者感同身受的产物, 讲述了亨德森的精神追求, 二亨德森的冒险经历主要发生在两个部落之间, 在第一个部落里, 他明白自己渴望的是活下去, 第二个部落让他明白, 活着并不是真正的问题, 真正的问题是如何生存, 如何面对死亡, 三亨德森的形象经历了由猪到狮子的转变, 经历了这一转变, 他认识了自己, 成为了人类, 猪与狮子分别象征西方现代文明与原始野性文明, 但作者并不认为原始文明是拯救西方文明的良药, 在小说里, 两个文明都想通过彼此来治愈彼此, 但是最后都失败了, 四语王亨德森打破了冒险小说中对荒蛮之地的刻板印象, 呈现出一种文化混杂。